文化局99展览室正在展出林继维水墨画个展 林继维老师把生活中的喜悦与感动作为题材 借笔入画,画出生命的美好 他希望借着展览的机会来与大家分享 展出的时间到4月27日 欢迎相亲来一趟艺术之旅 文化局日前举办林继维水墨画个展开幕记者会 林继维老师从公子退休之后开始指笔学习水墨画 他在花鸟的世界里看到生命的美好 并把这样的喜悦和感动画回一幅浮土画 希望借着展览机会来与大家分享 画得很好,也很有意思 讲到解说很有意思 几位老师的作品都有个故事性,弄故事 这都是他的生活上,家庭和他的朋友 所有的感受 所以说他把生活进入这个画境 把画境展现在精神的层面上 所以这个让我们每个人看到都很感动 这些都是我生活当中喜乐的事 所以我的主题叫做记录生活中的美好 我每个作品都有他背后做出的 创作出来的一些故事情节 有时候跟人家互动的时候 会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互动 那我的题材都是身边随时可见的一些场景 那我觉得感动,所以就把它记录下来 那我也就是这样用这些来跟大家分享 那真的是能画图真好,彩色的人生 然后退休真好 有大家来看我,听我讲这些分享的 画画的故事也真的感谢大家真好 县府副县长陈振生表示 林继维老师退休之后 专心在绘画的研究与琢磨 这次展出作品描绘生活周遭事物 让人舒适平静与享受 希望同仁退休前有另外的专长 才能够享受美好人生 林继维老师退休之后 专心在绘画方面去做研究跟著墨 那这些画画都是相符的一些作品 尤其在生活周遭 美好人生方面都有受力 所以看起来蛮舒适 甚至于平静 另外也是一种享受 所以今天在她的整个作品的展示里面 我们看了以后特别感动 而且我搭配她的大女孩 去做一个长笔的演出 因为美术也就是一个对话 对话让人享受是最高级的 当然我们也鼓励 现在我们同仁 如果要退休之前 还是学习一期吃场 以便我们退休之后 有一个从小踏实地的一个日子 大家来尽全享受美好人生 明期为水墨画画展 展出作品包含石石画 多种鸟类 蝴蝶 家禽 动物 昆虫 旅游风景等等 展出时间到4月27号 欢迎乡亲来一趟艺术祥宴之旅 记者双金服务南斗士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